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香港方面一直在吵講講講講講網約車問題 這個網約車好像是預料即將需要持牌 看到新聞報導網約車是否末日將來的 預計Uber有三種結局 我們就一起看一看 不過我講講頭 其實Uber之所以有需求 或者是那麼多人喜歡坐、喜歡用呢? 第一,大家可能覺得的士服務沒那麼好, 就算Uber貴些都無所謂, 他寧願給錢買個心情舒暢。 還有一點,這個Uber其實是影響著就業, 有很多人可能是開Uber 叫做兼職賺多一份錢, 亦都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Uber如果一下子沒了的話, 會不會是對就業霸或者很多人的收入 有進一步更大的影響呢? 因為你們都知道的啦, 香港現在的經濟狀況、消費狀況是怎樣的嘛? 這一群人可能在開Uber的, 但是突然間沒了這一群的收入。 我想可能消費市場或者零售飲食市場 會進一步雪上加霜。 因為政府現在規管網約車平台的研究即將出爐, 有消息就說, 政府當局提出網約車平台必須確保 他車隊的所有車輛都有出租車許可證, 才可以經營。 由於現行法例之下, 只有白牌車司機會被檢控, 非法載客取酬勞。 但是在最新規管之下, Uber這些網約車平台負責人, 是會要為這些白牌車負責嗎? 是不是代表Uber的末日將戰呢? 但是這一道這樣講, 如果你說Uber末日的話, 其實就好奇怪喲, 因為滴滴打車又入香港啦, 高德打車又入香港喲, 如果他們是知道有這些情況出現的話, 根本就不會進駐去香港啦。 當然啦, 如果是懲罰平台經營者的話, 對Uber來講一定是晴天霹靂的。 再加上現在法例列明, 私家車出租, 許可證, 最多只能夠發出1,500張, 目前已經發出1,000多張。 但是大部分是屬於豪華房車類別, 由公司持有, 基本就並非網約車, 即是說駕駛者就不是現在的Uber司機啦, 而根據了解, 政府未在研究中提到會不會增加這類別的 許可證數目, 這個消息一出, 我想整個Uber業界應該都會幾震撼的。 不過啦, 這一個這樣的叫做方案, 是要去到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五十二號, 才會去到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代, 預計會議前幾天, 先會和立法會提交研究文件, 還有幾日時間有可能修改, 但都只是研究階段未有最終定案。 但是如果傳出來有個這樣的方案, 剩下幾日能不能夠大幅度的修改呢? 這裏我是有點疑惑的, 三種可能性啦, 第一種可能性就好像澳門那樣, Uber撤出香港市場, Uber早前透露, 現在連同合法的UberTest的的士司機數目, 旗下是有六位數字的活躍司機, 你沒聽錯呀,六位數字呀, 那你當它剛剛六位頭啦, 十萬啦, 那如果這十萬人的收入差聲少了的話, 我想香港的經濟只會是更加之差, 如果政府是要求Uber旗下的車廂全部都有出租車許可證才能夠營運的話, 現在是只有一千個私家車的出租許可證呀, 那即是說Uber是會拜拜的啦, 只能夠留回UberTest的服務呀,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我真是好佩服啦, 為什麼呀? 你經常在說啦, 那就說科技呀, 又說這樣又說那樣呀, 又說旅遊城市, 點點點啦, 那結果呢, 是大陸能夠做到的事, 反而是香港澳門是做不到, 甚至還要趕人走的, 那到底是為甚麼呢? 旅遊城市是否就真是這麼笑話呢? 跟著第二個可能性是甚麼呢? 第二個可能性啦, 就是維持原狀去經營, 政府暫時未透露會不會立法或發牌的形式去規管, 但現在被檢控的白牌車司機, 和經營Uber的司機數目相比只是屬於九牛一毛, 如果規管之後, 未有一個好嚴明的法例會檢控Uber平台的話, 以現行白牌車執法力度不足的情況底下, 就相信可以維持原狀去做一個營運啦, 即是說你有理法, 我有我做, 反正你沒那麼多人力資源去捉我們白牌車啦, 我們就不理你啦, 我們繼續做啦,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可能性啦, 不過啦, 不過我想到時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整班的士司機應該發電多次呀, 肯定又會去政府那裏去請願呀, 當政府神龍那樣, 又說加價呀, 又說要切完它呀, 去許願呀, 第三個可能性呢, 就是增加私家車的出租許可證, 或者另外為網約車去發牌, 由於的士業的服務, 是受到市民的詬病呀, 市民近年是要求Uber合法化的聲音是好熱誓的, 亦都有好多個立法會議員認為政府應該順應市民需求, 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亦都講到今次的研究, 未講到為網約車司機發牌, 但相信發牌是好後的事, 假設政府願意增加私家車, 出租許可證數目甚至考慮為網約車發牌, 整個Uber就能在香港合法經營啦。 如果Uber能夠合法經營的話, 大陸幾個平台都會衝過來香港做啦, 高德、滴滴一齊來到香港, 變成四大天王的士啦, 高德啦,滴滴啦, Uber啦, 就看香港人喜歡坐誰, 其實誰優惠力度大就會用誰, 我自己看。 而根據了解, 買入運輸及物流局局長近日, 就忙於同不同政黨, 還有立法會議員去交代研究方案, 部分大黨對於政府嚴格規管表示支持, 但部分的細黨或單頭議員就認為政府沒有正式市民需求, 不能夠只是考慮的士車主的利益, 與民意為敵。 其實如果是講到這樣的話, 好似是沒有放條生路給Uber, 不過政府仍然有時間修改文件, 但是它會不會真的做修改呢? 這個可能性應該比較低, 因為初步文件已經做了出來, 你說大修改完全改到是放網約車行, 這個可能性不會好高。 可能這個消息對很多市民來說, 就不是一個好消息, 對於的士來說, 可能現在他們打算開香檳慶祝,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士業界贏了, 但是的士業界也別忘記, 你們的形象在市民心目中是很差的, 就算今次被你贏了, 都不會改變到在市民心中的形象。 好像一加幾元, 答不起就沒有回答了, 這些說話竟然是由的士業界的發言人去講幾荒謬的事, 經常都說了, 就說顧客是上帝, 就算不說顧客是上帝也好, 你作為一個發言人說這些說話出來, 已經是反映了整個的士業界如何看普通市民、普通客戶了。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咯, 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